好比 你去過兩次阿富汗 有一點你深入到阿富汗的角落 你帶了肩帶這邊 他們最常用的武器 就是AK-47 而且你說 他們那些人 真的非常的凶悍嗎 因為你要知道 今天最流行的武器 在那邊 你手上拿的AK-47步槍 你知道多少錢 多少錢 兩千塊 兩千塊台幣 台幣我在一九九七 我可以買到一把 然後至於這一把 陪瑞塔九二型的九零口徑 你看它這完全一樣的 那麼這個一千五百塊 一千五百塊 但是當然我們今天 不可能說帶完全真槍 可是這已經做到一比一 原來台灣做到 這個所謂的生存遊戲 訓練槍世界第一 所以我從彰化深港 特別跟這家GMG借過來的 今天到了阿富汗 你看到阿富汗那些名秘 他們每個人真的 人手一支的 這個AK-47嗎 我們照片為證 你看這邊就是 當我一九九七年去的時候 那個時候 前蘇聯正在撤退 然後你看到 後面掛的 跟你現在手上拿的是 一模一樣的 然後這邊 這邊更清楚了 木炳 AK-47 步槍 然後我們這邊拿的 是不是一模一樣 AK-47 他拿AK-47 給他拍照 全部 我也跟他們一起 因為他們其實這些是當時 是打老毛子的民族英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窮山 惡水 他們就是這樣子 堅守他們的家園 堅守他們的陣地 那你就知道這些 就是包括神學士 包括塔利班 甚至包括現在的 ISSSK的來源 就是從這些地方武器 第一個 從喀布爾山口 白夏瓦 一直進入喀布爾 武器氾濫 再來 他們自己有工作房 這裡可以做 這裡窮山惡水 還有武器房 那個到處都在賣 而且那些武器 非常的驚人 你看他們自己就可以 有工作方來做 然後在這個做的過程 中幾乎我們所謂山寨板 做到非常的精涼 你走在路上 走在路上 他每一次就打一把槍 在那邊試射 對 他就在那邊試射 沒關係 因為他們每一個家園 在附近 商店以外 他全部都是高院升牆 自己湧兵自重 湧兵就包括你的兵器武器 然後這些武器 從喀布爾山口 我們要開始 盤山公路進去的時候 一路你都可以買得到 而且價錢 我就說 對我們來講 差不多三 差不多七十美金 七十美金 你就差不多台幣兩千 兩千一 你就可以買到 那現在大概漲了十倍 但是以兩萬塊來講 這 兩萬塊買一個 對我們來講 還是 還是就是說 他們是比外面便宜很多 你看他們全部自己在做武器 你說這家庭手工藝 不是 這是在做世界頂級的武器 但不要忘了 他們既然是帝國的墳場 所有帝國最精良的武器 從你手上拿的AK-47步槍 到我手上拿的美國裴瑞塔的手槍 全部都是世界頂級的 他們就針對頂級的來做 他們拿這個槍 看起來瘦瘦弱弱的 而且看起來 戀恩和善 他們有這麼凶狠嗎 那個凶狠的 我們就要知道 這就是我們雖然講窮山惡水 但應該也要同情他們 在互相的權力輕壓之下 尤其我們基本上已經了解 塔利班神學士 跟ISIS-K的差別 ISIS-K 其實它原來只是 阿富汗東北角的 這個呼羅山神 他那個呼羅山 因為他的開頭是K K-H-O 然後R-A-S-A-N K 所以他叫ISIS-K 他講的原來只有這個省 但別忘了 1996年 當這個 就是前蘇聯開始撤軍的時候 我在97年去到那邊 然後這個時候 神學士開始奪權 但神學士強盜政權 全世界的恐怖組織 都在歌頌他 只有ISIS-K 就是像最近攻擊他 跟他對打 為什麼 因為他們在要離開的時候 就要釋放囚犯 居然別的都釋放了 只有ISIS-K的其中一個領袖 把他槍斃了 所以現在ISIS-K 其實跟塔利班 還有邪海深仇 邪海深仇 那他們那邪海深仇 做的是怎麼樣 那整日嚇死了 他們是以牙還牙 以血還血的 那就從漢摩拉比法典以來 就是所謂的 我就是你殺 你殺了人就砍頭 然後你可以看到 最慘的 你像他們抓到這個人 六個人 九個人 村民被抓到 六個人是被槍殺 其中另外三個 是被淋齒而死 手一塊塊肉割下來 他們是可以 慘到這樣的情況